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说他是最有才干的一位江 了解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林彪是很少夸人的 这位牛人就是白崇喜将军 白崇喜广西贵邻人 而白家祖上几代都是文化人 所以从小白崇喜父亲希望他以后能好个功名 可不曾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 大清王朝没了 接着就是民国的成立 而此时白崇喜参军 他先后在浙江省都军如永祥当过兵 后来永 到宝殿陆军军官学校学习 1917年 白崇喜将军回广西 在贵军陆荣亭部第一是第三团任见习官 从此开始了他辉煌的声 白崇喜在贵军中慢慢崛起 后来与李宗人联合沈红英败露荣亭 成为广西新军阀 就在统一广西战斗中 白崇喜表现出的卓越策略 才能使他获得小诸葛的雅号 而真正让白崇喜奠定以后 在国民党中的地位的 则是北伐战争中最重要的龙潭战役 当时龙潭战役参战主帝 主要是和英亲的第一军 白崇喜指挥的第七军 也就是这一战 体现出白崇喜的指挥才能 就连当时谭严海都写对联赞美白崇喜 说他指挥能使回天地 学与小儿之姓名 从此 蒋介石对他是更加器重 1937年7月7日 抗日战争爆发 蒋介石让白崇喜担任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 主持制定抗战计划 从得也能看出白崇喜的 才能是得到蒋介石认可的 白崇喜也不负众望再发 连抗战中打出战神的名声 请白崇喜的战神 可不是自己人吹嘘出来的 而是对手叫出来的 所以到了后来的解放战争 当时我军大多将军 一致认为白崇喜领导的贵军是最难对付的 就连毛主席白崇喜评价都很高 说他是中国第一狡猾军阀 不光如此 在1949年 林彪正在南方前线指挥作战 当时苏联作家问他 在和蒋介石将领交手中谁最难对付 林彪说白崇喜 并且认为 白崇喜是蒋介石麾下最有才干的一位 林彪说这句话并非过奖 在两人先后交手三次 第一次在解放战争初期 白崇喜到东北督战 指挥国民党军在四平击败林彪所部 第二次是青树平战役 包围了四野中尾军的一个使并予以重创 要知道 中尾可克四野议员汉将 第三次交手 是一场决定 白崇喜到命运的一战恒保战役 最终 白崇喜主力受到重创 白崇喜赢了两次 这在林彪的军事生涯中 可谓绝无仅有 从此 白崇喜到军事生涯开始走下坡了 最后逃离大陆到台湾 从此 白崇喜再也没有得到重用 1966年12月2日 白崇喜死在自己卧室 尸身发虑 死因不明 十年七十四岁 传言白崇喜为蒋介石派人毒死 官方声称白崇喜死于心脏病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 Sally 髋梢之语